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搞错啊 差啊 話说话 你觉得这次世界杯 哪个老半斤可能成诞 我想可能会阿根廷 他在小组赛 没输过球 我又不觉得 阿根廷的实力 一早晒给别人看 我觉得巴西好点 曬字有炎耀方面的意思 譬如我们经常说的 曬命 曬肌肉等等 这句离子也是潮州话当中的格杰 离子的离子就是人 曬离子的意思 本来就是指 黑社会的社团 搬了马底出来 显示自己威势 后来这个词已经是真了 如果你想展示自己全部实力的话 都可以叫做曬离子 好 假如有位老华侨 回到唐山 上到茶楼酒馆 喝茶吃饭之后 叫一句 科技 麻烦你给柳骨洗一下吧 你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企堂 听不听得懂他要什么呢 事关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柳骨为何物了 而旧时 吃完东西想尿一下牙 好自然 就会去找柳骨 柳骨 就是用柳树枝破成的牙签 牙签 这件事 起码在二千多年前 就有人用 出土文物作证 还有本书记载 印度那边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为了帮众人去除口臭 清洁口腔 就发明了牙签和牙签 你说多古老呢 知为何广夫人特别把牙签调成牛屈呢 说得上来 有得说 首先 问大家一句 有人说中国人 是从来不讲卫生 这句话 你同意吗 我就不太同意 慧恩 讲不讲卫生 是要全面评价的 我们中国人 有些习惯的确不好 比如随地吐痰 然后用鞋底拆开 就算了 这些是不讲卫生的表现 但是 古人也有讲卫生的一面 只不过 他们讲了 我们都未必知道 比如 用柳骨鸟牙 其实就是讲卫生的表现 李时珍那本《本草纲目》 柳枝主酒 可以去风止痛消肿 又说用 暖柳枝削为牙枝 亦此甚妙 即是说 用柳木削成的牙籽 柳枝有利于口腔的卫生 不用其他材料 专选柳骨做牙籽 原来就是 看重柳枝 对口腔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作用 广夫人一直都喜欢用柳骨牙籽 但是柳骨 到底有些缺点 很难抹 就是 製造柳骨 一般 只是用人工操作 破开来之后 有些粗 有些外形 很难做得好看 后来 不知何时开始 商家换了材料 机器加工 做得很好看 逐渐抢了柳骨的市场 上头 我说到卫生问题 其实卫生不卫生 都是相对异样的 比如 我看见有些食肆 将牙籽法外加工 两支一袋 这样进入纸袋 而加工的人 手是不是干净 我就觉得很怀疑 我想 食肆有消毒碗柜 用消毒碗柜 把毒拿出来给人用 那就更加可以令人放心 下面阅级挑战的题目就是 龙门大脚开球的时候 通常会用哪个动作呢 A 斩 B 斗 C 初 D G 明晚6点前 发送838加答案片后 到106.620 答中的朋友 就有机会获得 价值300元的丰富奖品 通过以下网址 或者短信方式 向余老师提出问题 都有机会得到奖分的波 越港越过瘾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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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